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4月22日星期四第四節 我們一起跟進兩宗與大陸有關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 官方新華社的社評 連續兩天都追擊Tesla車廠 第一天的社評 批評Tesla的高級管理人員泰道傲慢 提醒他們是必須要對中國市場有敬畏之心 第二篇的社評 批評Tesla的公開道歉 欠缺真誠 看來Tesla也有時間煩 第二宗消息 近日 有荷蘭媒體解密了一份隱藏超過10年的秘密報告 這份報告指出 華為在當年有能力獲取到包括時任總理和內閣成員在內的通話內容 引來一場竊聽的疑運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大陸的官方新華社怎麼批評Tesla 實情 為何Tesla近日會成為新聞的焦點 就是因為在4月19日當日 有一名女車主 殺了入上海車展的Tesla展銷位那處 進行維權 那名女車主都相當激進 身上穿著 寫有殺車失靈字樣的T恤 站在一輛Tesla展銷出來的汽車上 就大喊口號 當然會引來很多媒體的採訪 以及大量網民的關注 在大陸的網絡漁情上 對於這名維權女車主同情的人 比較多 Tesla在網絡上已經輸蝕了 在隨後的兩天 官方新華社的社評 就連續追擊Tesla 在4月20日那篇社評 新華社就這樣說 該公司一名高管回應 沒有辦法妥協 這是新產品發展必經的一個過程 還強調 自己的調言顯示 九成的客戶都願意再次選擇Tesla Tesla高管如此傲慢的回應 幾乎讓人感受不到解決問題的誠意 接著下一段就這樣說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汽車產銷市場之一 也是全球知名車企爭奪的重要市場 無論是哪家車企 都必須對中國市場有敬畏之心 誠懇接受消費者監督 對消費者反映的問題 車企應該建立暢通的投訴處理渠道 不能讓客服電話總是處於漸線的狀態 或者是態度很好 就是不做 否則長此以往 相關的車企 很可能會被市場邊緣化 當中提到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需要對中國市場有敬畏之心 即是說 你只尊重他也不夠 你還要尊敬他 你尊敬他也不夠 你還要一份 帶有多少恐懼的尊敬 為之敬畏 孔子說 君子有三位 為天命 為大人 為聖人之言 即是說 對於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 對於社會上得高望重的人 對於聖人所說的說話 要存有敬畏之心 現在新華社就說 你對於中國市場也要敬畏的 哈哈哈 所以現在Tesla 你肯定就是要妥協的 因為他壞就壞在一件 就是那個高管提到 說沒有辦法妥協 這句說話就觸動到大陸的神經 因為大陸就是一定要你妥協的 你不妥協是不行的 你就說沒有辦法妥協 雖然他這個回應的對象就是 說明維權的女車主 但是大陸聽到這句說話就不高興了 而且 胡錫進在他的微博上 也特地有 抽了這句說話出來說事 他就說 總的來說 Tesla就是在特朗普政府 對華全面開打貿易戰的 風口浪尖上 來到中國開闢業務 我們的平常心 仍是意味著 應該要坦然地告訴自己 創造良好條件 幫Tesla在中國投資成功 不僅對他有利 對中國同樣有利 同時這並不意味著 Tesla能夠得到一種特權 他不僅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還要尊重中國的消費者 跟中國文化友好相處 這個本質上就應該是一種妥協 而Tesla所說的沒有辦法妥協 可以是就事論事 但是不能夠成為一種思維 他又是拿這句說話出來說 所以大家看到 Tesla一直說錯話了 沒有辦法妥協 就算之前吹到大到不能倒的馬雲 他最後也一樣要妥協 所以Tesla的回應 其實就是少了一個字 少了一個不字 不是沒有辦法妥協 是沒有辦法不妥協 根本上你就是要妥協 你Tesla在上面做生意 其實也要問一問自己 到底那碗飯是誰給你吃的 他要不給你吃的時候 你就沒得吃了 你就是預料在這個市場做生意 你就是要有敬畏之心 好了 接著新華社 在昨天那篇的社評就說 Tesla在深夜自怯 處於輿論漩渦中的Tesla 開始了 並不情願的反思 從不妥協到深表協議 態度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變得這麼快 輿論普遍都認為 主要是頂不住社會壓力 十分不真誠 也十分膚顯 如此一來 協雖然到了 但是並沒有讓大家買賬 反而引發了 輿論新一輪的聲討 半夜的一紙道歉信 不過在搞危機公關 這樣的道歉缺乏基本誠意 對客戶的訴求 社會的關注 沒有實質性的回應 這樣的道歉就滿是套路 對問題怎樣解決 服務怎樣改善 說些合不合的門面說話 想再問Tesla 這樣的道歉有什麼意義呢? 意族被新華社不斷坐下去 當然啦 究竟Tesla的道歉 是不是有誠意呢? 就是見仁見智的 不過 官方說你沒有誠意 就是沒有誠意的 因為準則是由他來定 當然啦 那些人可以批評 就像天朝大國的恩主心態一樣 讓你走去做貿易 就好像是當 益了你那樣 事實上來說 Tesla就是自投羅網 誰叫你去大陸開廠呢? 誰叫你去大陸貿易呢? 你自己走去的 所以 你想到上面做生意 就預料要面對這個文化 而且這不是近年才出現的東西 49年之前 清朝也是這樣 你走去做貿易 想說什麼平等互惠原則 這麼有骨氣 不要去 現在大陸正正就是叫Tesla 要對於中國市場 要有敬畏之心 他不是說要對於中共有敬畏之心 他也知道你是想賺錢的 所以 你要對於人民幣 對於錢有敬畏之心 其實他就是想表達這個訊息 總之 不單只是Tesla 就算你說其他很多外企 到最後都是跪低的 他不是向中共跪低 他是向錢跪低而已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第二單的消息 荷蘭的國民日報 較早前的一篇報導 披露了一份 隱藏了十年的秘密報告 這份秘密報告在2010年的時候 已經是完成了 但是一直都秘而不孫 這份報告就說 華為在當時 能夠獲取得到 荷蘭皇家電訊移動網絡的所有訊息 包括了的就是 在2002年至2010年期間 擔任荷蘭總理的 巴爾克聯德的電話通話內容 連其他內閣成員的內容 都可以獲取得到 為什麼會有這份調查報告呢 因為荷蘭皇家電訊自從2009年以來 採用了華為的技術 並且聘請了6名華為員工 在海牙總部的樹工作 荷蘭國內情報局 就得到情報 說擔心華為可能會從事間諜活動 於是 相關方面就開始了這份的安全調查 而報告的其中一個結論就是 華為的一個伺服器 可以使得他們 涉聽荷蘭的通話內容 不過這份報告就沒有明確指出 荷蘭皇家電訊所聘用的中國華為職員 究竟有沒有涉聽到相關的電話內容 即是說他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但是就沒有確認得到有沒有這樣做過 好了 這個荷蘭皇家電訊 就後來發表了聲明 當然是否認了這些事 就說集團沒有發現到客戶的數據 被華為盜用 或者是竊聽 而華為也說 否認從事任何性質的間諜活動 問題就是 到底 荷蘭國民日報所披露的這份隱藏了10年的報告 那個真偽是怎樣的 其實荷蘭政府是有必要出來交代一下 究竟這份報告是不是 荷蘭國內情報局在收到警報後 他們主動提出調查 到底這份報告是否真實存在 如果是 這份荷蘭國民日報所登出的結論 是否就是這份報告裏面所寫的東西 有必要出來講清講楚 有沒有這份報告 荷蘭皇家電訊就說 沒有竊聽 不要緊 有沒有竊聽 但是究竟這份報告的內容是真還是假的 有必要出來講 因為 無厘頭說隱瞞了10年 被媒體找出來 才得意重見天日 為什麼要把這份報告隱瞞10年 究竟是幫誰隱瞞 或者他們想隱瞞什麼 這件事荷蘭政府簡直是很不合理的 尤其是 有些其他的國家一直指控華為 這件事 原來你有份這樣的報告 其實荷蘭是不是一早就已經知道那些東西 如果知道的話 為什麼不出來講呢 這些真是很奇怪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